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是沽出1%的苹果股票开始讲起 为何这件事那么重要呢?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巴菲特 首先股票是这样的 我记得当时Microsoft市值不停增加的时候 有些人问为什么你巴菲不买微软股票呢? 他说我从来都看不明白这些创科股究竟是做些什么 我只会买我自己相信的价值投资 所以我是不会碰高科技股 但去到最后当然,他都是买了苹果 而且一买就买到很多 买到他现在是单一苹果最大的股东 他的解释就是我觉得苹果其实是一间 不单止是长期持有 甚至是终身持有的公司 因为他里面有很多的经营理念 是相当之优秀的 但现在他第一次沽出了苹果股票 引起了这个新闻 对于这件事,巴菲特,因为我研究了他很久 第一,他常常跟Bill Gates打叭牌 我想当然一定是有原因的 据说就是一个教对方就是科技 另外一个就是教对方股票 两个都是很聪明的 两个都很快就学会了 第二就是这件事 顺便说说就是SORUS是全部沽了 把手头的持仓平均全部沽了 但巴菲特作为第一单的大股东 他当然不会放过controlling stake 所以他就不会只会沽一部分 而巴菲特他最大的 他其实是因为我觉得街上讲股票非常愚蠢 所以他看不通巴菲特的真正投资理念 巴菲特的投资理念就是第一个 就是作为一个庄家 首先不可以讲真话 所以他就说 接着有个人走出来 他自己操盘就从来没有沽过的 现在是手下一个手下操盘就沽了 不过手下自己是想换马沽 我相信是手下操盘 但我不相信手下操盘是不经过巴菲特的同意 甚至是巴菲特承认的 巴菲特从来他的名句就是 如果你不打算持有一个股票超过10年 你就10分钟都不能持有 但其实巴菲特持有很多股票 都是不满10年 就是我讲一个庄家的基本理论 或者是一个prayer 他是基本理论就是 就算你持有一只股票10分钟 你都必须要令散户 相信你持有超过10年 如果不是散户会沽得比你快 那你就沽不出了 所以当你沽的时候 就一定要有散户接 这个就是巴菲特的基本的投资的 就是买卖股票的一种心法来的 所以基本上 就是我这样说的 他说的是 你最多可以相信一半的 你再说一下苹果 苹果最主要就是 当然这些人都不看好 不看好苹果有几个原因 第一就是自从Steve Jobs死了 这个已经说了很久了 他再没有那种很鎮定 或者一个很突破性的那种惊喜 Tim Cook最擅长的地方 我自己作为一个曾经炒过iPhone 当然是明白了 就有功课量做得很好 我自从Tim Cook上台之外 基本上都没有在iPhone炒卖赚过钱 另外当然唯一赚过钱 可能是iWatch 但是他最大的问题就是 创新方面是没有了以前那种惊喜 亦都没有以前那种很风格的 人们会觉得用Steve Jobs是很型的 那种很型的感觉 其实我不是说没有 譬如最新的iPad那支笔 其实我都觉得很型的 但是这种感觉其实是越来越少的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人们说是因为中共就打贪 因为我记得以前iPhone很盛行的时候 为什么拆得这么厉害呢 我试过有些朋友在大陆去那些结婚酒 人人桌面就放一部iPhone iPhone在当时是送礼必备的礼物之一 那个贪腐越严重 对于iPhone的需求就越大 这个当然现在就会发觉是相差很远 第三个原因 当然亦都可以说的 因为他们爱国 现在反美 但是其实iPhone那个 或者苹果的产品 以往觉得科技应该是越来越便宜的概念 理论上电话如果没有一个使用上的很大的突破 你是会越买越便宜的 iPhone一直打破这件事 首先iPhone比以前的Nokia更贵 原先的想法就是如果每部手机都是这样的 应该越卖越便宜 不是的 iPhone越卖越贵 去到iPhone X的时候 好像是一个颠峰 竟然反过来 iPhone 4、iPhone 5 卖五、六千元 现在卖到超过一万元 但是因为它卖得贵 所以这部手机就会越来越耐用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可能让周英大少都可以分析一下 因为这部电话越来越贵 所以那些人会期望它是越用越久的 以前我是每两年就换一部电话 今年我应该会打破 因为我都是iPhone一族 我今年应该第三年都不换 因为最主的原因就是 现在部电话用到第三年 我不觉得好像以前版本的iPhone 用了两年就开始 即使用手机 用得很慢 电子很快就用完 那换电视机可能也是有一个影响 因为换电视机之后 你每次更新iTunes 那个电话是没有减慢到速度 令你觉得这部电话是越来越抵用 你越卖越贵 那我就越用越长 越用越长 你的销量就越来越低 这些这样的恶性 现在就体验在iPhone上 OK 我想你是第一队用iPhone的人 我应该不是 我是iPhone4才开始用 4才开始用 我很持用的 我就是最持用的人 是 因为我从来都不用智能手机 直到有一天我拍电影 很多人传一些女的照片给我 所以我就没办法 为了一部智能手机 只不过是这样才用 所以我不太知道 当然我们也不是一个价格很敏感的人 总之来到的时候 我也不会去追 我刚刚的问题就是这部机刚刚换的 刚刚坏了 所以我没办法 坏了就会不会新的 有多少是会不会最新的 所以免得煩 但是问题就是 我作为一个老饼 所以我也会去讲讲一些老饼的事情 就是当初那些新科技在我普世的时候 就出现了一件事叫电视机 其实电视机是比我早的 但是那一年代那个流行程度 至少我讲之前的流行程度 就是黑白电视转 彩色电视转什么时候 一直这样去转的话 其实iPhone并没有超越 就是说传统智慧product life cycle 那些东西 只不过它是因为用了很多很高的 就是对于彩色转黑白 有一个时候 黑白电视机转彩色电视机 彩色电视机变了遥控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突破 接着转到Nike cam 转到什么 已经是第二个年代 就是已经开始更新得比较慢 其实由一个 那本书局 我看过就是Tipping Point 就是说市场 市场由20%的滲透率 市场滲透率 到了20%之后 就变成必需品了 开始 到80%的时候 那段增加是最快的 到全部 整个百分之后 整个百分之后 产生的80%的时候 会是最快的 然后那个增加率 慢慢开始 开始 开始 减弱 到了大家 saturated 大家感染了 的时候 已经是下跌了 我们从电视机 甚至有錢人追求Hermas手袋 都是這樣 突然上去,突然被人家購物 每個人都有留 或者家人都五、六十個手袋 然後突然變慢了 很多產品都到了這個狀況 iPhone是不能脫離基本的市場學 大家已經發明了百多年的理論 只不過它是市場產品 所以就會變得更好 減輕、減慢了死亡因素 我有講一點關於電視 我記得我小時候 一部電視可以用10年 其實換電視這件事 曾經是一個很長的產品 但是踏入了數碼電視就不同了 首先數碼電視由後面薄 突然間銷量都會增加很多 就和由Nokki的電話變成手機一樣 但是現在換電視頻率都短於以前很多 我身邊的朋友的電視 即是很大部的數碼電視 Pasma也好 LCD也好 都是用三四年 甚至四五年 即是最長四五年就換了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現在的數碼電視是很容易壞的 壞了又過了保用期 你會發現整個很貴 不如買一部新的 但是數碼電視 仍然是維持到以前的科學技概念 就是因為我記得我十年前搬家的時候 我買了一部四十吋電視 那時候很貴 我兩三年前 應該說是很便宜的 十幾年前買了一部四十吋的九千元電視 那時候是萬五元一部 我認識人才是九千元 早兩年 早三年 我買了一部六十五吋的數碼電視 都是萬二元 其實你會看到 數碼電視因為它賣得很便宜 所以它仍然可以把Live Spend 縮到很短 那我賣得便宜 那便很容易壞 很容易壞 你又寫得換 那便可以繼續延續下去 但是我剛才所說 iPhone一個最特別的地方 iPhone越賣越貴 這東西不合理 所以就不要維持 首先要說iPhone 你想想 iPhone4是六千多元 現在iPhoneXS是超過一萬元 你想想 以前Nokia 3210那時 是五六千元一部 去到後期 Nokia的電話是跌到千多元 甚至不用一千元 你說手機開始貴很合理 因為兩部東西 根本是完全不同的產品 iPhone4、iPhone5、6、7、8、9、X 其實都是同一個概念 沒有理由越賣越差 首先當然 當時的Tim Cook 也好 Steve Jobs有個概念 他覺得iPhone 我不是買電話那麼簡單 我背後有Apps 我們有我們的Security 我們有我們的Style 這些東西 其實都包含了Value Added 所以你買那部東西 越賣越貴 是合理的 因為它附加價值越大 但有問題是兩件事 第一件事 現在我不會再覺得用iPhone 是一件很型格的事 因為你沒有了Steve Jobs 那件東西 就是越來越實用 最重要是每個人都有 對 炎耀性消費已經消失了 第二個問題是 你的炎耀性消費了 你要正確 你這部東西 為何會越賣越貴 因為你有很多競爭者 iPhone就越來越耐用 越來越耐用 不單是換機會越來遲 那些在二手市場的舊iPhone 它的生存也會越來越耐用 結果這件事 我們發覺 最後還是實施不了 原詩Apple的想法是很棒的 而它的想法 亦是為何它可以變成 二萬億計的市值報道 我這部東西越賣越貴 我這部東西 開發成本越來越便宜 我這部東西的銷量越來越高 如果可以發展下去 它還不是全世界最值錢的公司 現在都是 現在的神話已經破滅了 這件事就是為何巴菲特 沽出這個股票 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這樣 我這部電話司機幫我買 我問你買了多少錢 我看不出他和iPhone有什麼分別 是700元 700元 當然你們這些適用的人 當然知道是分別 但我來說 一般用途 很多用途 因為泰王也不需要 用這麼多用途 你又不打機 不需要用這些用途 對 大概700元 你大概700元 7千元的分別 萬多元 萬多元 如果你買最貴的版本 是過萬多 是嗎 有什麼版本 不是 你這部其實都差不多一萬元 應該是大部 是 這部6800元 是嗎 是這樣的 我是不是上台的 不是上台的 不是上台的 我經過那個 買了電話 買完之後 他說沒有錢 他說不可以EPS 我唯一按錢 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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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 旁邊的那個人 好像我認識一些 是大陸人 大陸人 做生意的手段 當然比較便宜 他說幾句 他說 人家6800元 他說我6700元 他說我6700元 他說我需要64GB 這時候就沒有辦法 真的搶生意搶得很厲害 但anyway 其實這個科技典籍 蘋果是純粹打破這個定位 但最後你發覺 他打破那個嘗試是失敗的 他有一個問題 我講 一個捧騙的管理問題 就是 好像Steve Jobs 那麼聰明的人 他手下的第二位 是什麼人呢 通常 就是一個他這麼有天分的人 他一定是一個很會打後防的人 就是他不會找一個 跟他一樣天才橫的鏡 他不會的 他不需要一個天才橫的鏡 他需要一個很會打後防的人 所以我不知道現在 Cook究竟是怎樣 但他應該是一個很會打後防的人 當你很會打後防的人 他在那些細胃 他一定做得很絕 很盡 很什麼的 但是他創新不到一件新的東西 當你創新不到 你發明不到一件很厲害的時候 你的pricing就是問題了 就是你只能夠跟華為 一路打架的戰車 跟中國人 一路打架就最喜歡 就是賺很多錢 就是口利多銷 中國人就會很薄利多銷 就是中國人是把margin 想辦法將margin 削到最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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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令到自己可以賺錢 這個已經是韓國和日本 中國的電視 打敗日本的原因 我現在超市 下次再講其他話題 謝謝廣告 謝謝廣告 多謝 謝謝廣告 謝謝廣告